基隆港啊 我們剛才不是從基隆港過來嗎 我們的基隆港的整個現代化的過程 的起點是怎樣 當我們基隆港它從漁村 它變成現代化港口的時候 來到大甘霖仙洞岩 導臉員帶著學員們 實際走一趟認識仙洞岩和社區的歷史 它有一個 它有夠有特色到吸引人來 讓這邊變成一個產業 基隆市政府舉辦青年體驗營 希望透過活動 讓年輕人認識傳統的風土民情 導臉的行程中 學員相當用心 前往佛手洞參觀 對大自然的鬼斧神功大為讚嘆 微妙微巧 上面還有一些指紋 很特別 第一次 希望人還第一次看到 中午安排品嘗 東岸在地的沙茶咖哩美食 了解東岸的飲食文化 應該說我覺得這個好像只有基隆才有 在別的地方 比如說台北 就是南部都沒有這個就是沙茶跟咖哩炒在一起的 這個味道 我覺得這個就是基隆的 應該說是一個特色 第二天前往和平島考古遺址參觀 兩天的課程滿滿 除了歷史文化 導覽員也讓大家透過行腳走讀在地產業 探索跟鯉魚之間合作和創新 就是透過到處都在跑的這個方式 就是帶大家去看 比如說西岸是什麼特色的地方 東岸是什麼特色的地方 好吃的東西很好的景點 那未來有什麼潛力 然後就告訴大家 那或許就是大家來完之後 也跑過這兩個地方之後 他們也會激盪那些不同的想法 那今天的重點其實就是 希望帶更多的想法 就是給來參加的學員 那他們一定心中會有說 他們未來想要做的事情 那有未來想要做的事情之後 他們就會真的就是回到基隆 體驗接近尾聲 政府產發處安排大家 以工作坊的形式發揮創意 產出行動方案 為基隆尋找新的出路 新的思維 我成長的背景其實都是被父母說 成績好 功課好 那如果有能力去外地打拚 就是那就留在外地 但是我覺得就是最近這幾年 基隆市政府的一些努力的方向 或者是在地團隊的一些貢獻 其實就會覺得 也許有一些新的可能性 可以嘗試 我自己是外地來的 可是像其他的夥伴們 他們是基隆在地的朋友 我自己也有很多朋友 是基隆在地的朋友 可是他們 大家都會說去台北 我們要去台北 所以大家熟的反而是台北 吃飯也不會約在基隆 那透過這樣子的公司 你們反而覺得說 原來我生活的周邊 有這麼多厲害的故事 有趣的人文 騎勞 每一個人可能看起來 是一個路邊很普通的阿伯 可是他其實超有什麼 木頭椅子也他做的 這個也他做 那也他做 我就覺得 哇超酷 人人都是藝術家這件事情 是參加共視影之後 你才會發現 這是我們走讀基隆的活動 名稱叫做再會基隆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活動的舉辦 鼓勵在地的青年能夠回鄉 那也吸引到不是我們基隆市的市民 就是從外地來的這個青年朋友 能夠到基隆來 那從不同的角度 那再重新認識一次基隆 那在我們活動的安排上面 我們也特別安排說 跟以往過往這個觀光旅遊行程 比較不一樣的地點 譬如說高遠 新村 百民旺炮台等等 希望能夠透過活動的安排 走讀的這個安排 讓青年朋友能夠以不一樣的角度 不一樣的視角 不一樣的速度 再重新認識一次基隆 基隆市政府鼓勵年輕人返鄉創業 藉由體驗營 讓年輕人重新認識家鄉 體會這幾年基隆的改變 對未來創業更具信心 基隆新年體驗營 成功 記者 黃少民 基隆報導